当初我以为我有全世界 却原来都是假 命格诡异的花千古爱上救命恩师 清美虐心的师生恋 在对岸冲出单集3.89的高收视 网络播放量更超过200亿次 这就是大陆IP电视剧的惊人魅力 因为他的这个原著小说 有很多很喜欢他的书迷 还有很丰富的这个故事内容 而且每个角色都有他很精彩的故事 连演活善良可爱的花千古 女主角赵丽颖也不敢鞠躬 所谓的IP剧 指的是由热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 戏还没播早有一群死忠粉丝等着看 只要收视好 演员行情也看窍 像赵丽颖就让四爷吴奇隆 甘愿在自制自演的新戏中 升格当老爸 我希望他现代戏 想跟他合作一部现代戏 希望他还可以继续演我爸爸 但是他说他没时间 其实吴奇隆 赵丽颖这对妇女党 联手演出的古装剧 也是由小说改编而成 同样交出八天网上播放量 破亿的好成绩 看来这股IP热 还会在荧幕上延烧好一阵子 记者李泽邦杨齐浩 北京采访报道